乌克兰地矿部门官员25号透露 乌克兰正努力做好一切准备 希望吸引西方石油企业前来投资页岩气开发 但是目前看来并不乐观 美国雪佛龙能源公司和意大利埃尼石油公司 目前虽然已经获得开发许可 但是乌东部乱局致使开采工作受挫 而西部一些地方组织对西方企业进驻充满了敌意 也使得开采工作无法进行 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 乌克兰页岩气总储量为1.2万亿立方米 位列世界第24位为欧洲的第4位 此外由于地质条件相对较好 页岩气开采成本相对较低 然而政府的频繁更迭和不同派别之间的强烈对立 使得乌克兰政策很难平稳延续 投资方因此也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